不过讲到了日月光可能被勒令停工 当中也有一批人相当的担心 就是派遣工人 您知道吗 台湾整体薪资倒退到了16年前的水准 除了22K方案之外 派遣工作其实也是当中的一大主因 那么全台湾目前至少有57万的派遣人力 比40万的外劳人口还要更多 就连咱们的中央机关派遣工人的人力 竟然也突破了万人 他们和正式的员工同工 不同酬也没有办法享有任何福利 成为了社会上弱势的一群 人才就像螺丝可以锁紧整间公司 但业者为了降低成本 大量聘请派遣人力 相较十年前 台湾一下子暴增到57万名派遣劳工 遍布各行各业 和正式员工同工不同酬 做的不比人少 领的却永远不比人多 简直就像一手派遣杯葛 年资再久也无法调薪 做的再好也无法调薪 也无法升迁 那甚至这样福利也不对等 比如说我们连抽停车位的资格都没有 派遣人力自嘲 就像免洗碗筷随时有被换掉的风险 加上22K方案 成了薪资负成长的原因 每个月派遣公司还要抽成 三万月薪来计算 实际拿到只有两万四千元 在餐厅吃饭都有不同区 应该往说政府前面的禁要派遣 现在准备要提派遣劳工的保护法 在那里面会做比较完整的规范 不是正式员工 很多劳工朋友都遇到假派遣真剥削的陷阱 但政府聘请了上万名派遣人力 不带头改进 民间企业不会改 派遣劳工朋友的权益又要如何改善 感谢